在地府的人很可怜 那些鬼啊 你们想不想听啊 想不想听啊 台长讲给你们听啊 就是我看到了 因为台长这个人很随和随和的 待会台长还给你们机会 如果你们觉得家里有特别重的事情 待会台长给你们个别的每个人点你们一下 现在台长很年轻还点得动 真的像年纪大七八十岁了 我讲完了我就到里面去了 没办法 现在台长可能跟你们接缘 是大家的夫妻 我讲给你们听鬼很可怜 鬼啊很可怜 他们我看到的鬼都是白的 就是说白的 有的是黑的 但是他们都没脚的 上你们生的时候 一般的呢 就是说如果打胎的女人呢 她的孩子呢就是扶在她身上 扶在她哪里呢 两个手呢抓住她脖子 两个腿啊 缠住她的腰 所以一般的女人如果打过台的女人 腰都不大好 还有脖子不大好 颈椎不好 我告诉你们 这是台长看见 你们今天是有夫妻的 台长现场告诉你们 如果台长不灵的话 你们待会儿直接听台长 一个一个当场点给你看 如果你们不怕难为情的话 我可以把你有没有情人都讲出来 就这么厉害 我们在悉尼 你不管问什么问题 我全讲出来 当然你不问我不会讲 因为因为我经常办公室里做英特别的时候 最好玩的是夫妻两个人一起来看台长 我先把她太太讲 讲完了她太太 刚刚要长到先生 她先生站起来唰就出去了 她太太说 哎你干住吗 我说没有 停车时间到 我说台长这个人有用好病 不大好 你给我站住啊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注意了 好之为之 吃可而止 我还给他讲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人的气场 脸相都有关系 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们不要先怪谁怪谁 你们先想想 他会不会身上一个灵性